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被黨主席朱立倫多次勸退之後 仍然質疑要參選桃園市 今天清晨他在臉書發出了四大聲明 並且開記者會宣布 就算最後沒有被黨中央提名 他也要做抬照者來服選 在桃園這一局他不會退養 我想要來參與國民黨桃園市長提名機制 態度堅決就是要選桃園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看來沒被朱主席的電話逼退 清明連假結束第一天宣布參選 臉書發四點聲明 辭去黨副秘書長一職 正面喊話朱主席不必幫他找其他戰場 羅志強會自己找自己的戰場跟去處 不是羅志強 我也全力的支持 桃園這一局朱羅火車對撞 朱立倫一通電話說 寧願於私網破也不要羅志強 被黨中央擋了兩次 這一回羅志強自己做主 無預警突襲黨中央表達參選決心 事實上我所有參選的決定 已經告知了兩次 昨天已經到午夜了 我想也不方便再去打擾 4月1號晚上 我告訴主席的就是 我延後五天宣布 就怕桃園之爭 把萊營內部搞得四分五裂 民調最高的在地立委 魯明哲卻說不想選 黨部上個禮拜第一的征詢 很實在地講 說我個人沒有意願 不過民進黨內局勢 也身為明朗 衛福部長陳時中 不只是選北市熱門 連選桃園市都會被點名 積極佈局的立委鄭韻彭只能繼續等 至於民眾黨黨籍立委賴湘林 黨秘書長謝立功 請跑桃園基層 但勝負一樣難料 年底選戰逐漸加溫 桃園市長這局好戲何時開羅 接著女學們李河榮他被報到